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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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脚长期站在同一种栖目 也容易受损 你会天天放大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吗? 第四点 咬人的问题 鸟类没有双手 它们只能用鸟会去探索 情绪宣泄最快的方式就是咬 几乎没有不咬人的鸟 看你骑 发情骑 或者是换雨骑的时候 脾气都会变得更加不稳定 如果鸟宝突然的变凶 让你一直被咬 你还能继续爱它吗? 第五点 喜好程度 如果只是一时觉得它很可爱 毛色 很漂亮 或者是看到别人的鹦鹉会说话 可以站在肩膀在出门 你就很想要饲养 那就先问问自己 自己是否真的那么喜欢鸟类呢? 还是只是一时的冲动? 如果上述讲了这些 你都觉得piece of cake 觉得自己就是注定要成为鸟奴 那我们就可以来挑选自己的真饼天鸟了 以下集点可以让各位参考哪种鹦鹉比较适合自己 首先第一点 预算 你愿意花多少钱在鹦鹉身上呢? 大型鹦鹉 不管是鸟本身的价格 或者是用品 医药费 绝对是比小型的鹦鹉还要贵上许多 虎皮小鹰可能几百元就有 非鹰折中可能都要一万元以上 和金刚 巴丹都可能要到上万元 同一个品种不同的品系 毛色也会影响着价格 例如颜色非常多的小太阳 绿甲 黄鞭和鸟油购买可能几百元就有 但是更高阶的品系 像是香吉士 月亮 薄荷就要到上千元 甚至更稀有的派特 价格就会更精彩 第二 饲养空间 很多人会把鹦鹉养在站台上 省空间 都可以能够直接和鹦鹉互动 但这对鹦鹉来说是很不好的 想像你今天如果脚被绑在一根棍子上 吃喝拉撒睡 都只能在那边 想运动也没有办法 哪里都去不了 你会开心吗 因此鹦鹉还是建议养在笼子内 大型鹦鹉需要的笼子相对比较大 你家的空间能够放多大的笼子呢 先把预算和空间规划出来 才能够更加清楚地知道 要什么体型的鹦鹉比较适合自己 像是前几周的影片 我们就有制作了体型最小的五中鸟介绍 如果你的家庭空间比较小的话 也可以去参考之前的影片 我们也有更详细的讲解 更详细的比较哦 第三点 叫声的问题 我们把鹦鹉的叫声分为 音量以及音调两种来看 金刚或者是巴丹 是属于音量比较大的鸟种 如果住公寓可以穿透整个社区 如果住在社区大楼养这两种鸟 就看邻居佛不佛心了 金太阳和上月轮 它们是属于音调高 叫声比较尖锐 小太阳音调也高 但是跟金太阳比起来就没有那么样的尖锐 叫声也比较温和 叫声比较温和的我认为是横斑 但横斑群氧也有机会让耳膜爆裂 叫安静的鸟种 有像是3A加2 甲丁 折中 匹鼠的鹦鹉 鹦鹉通常都常用叫声沟通 因此没有绝对安静的鸟种 只要有养两只以上 就有机会每天开趴 只要有一只开始叫 其他只就会跟着叫 第四点 破坏力的忍受程度 鹦鹉就像长不大的小孩 好奇心很强 什么都想要咬咬看 越大型的鹦鹉咬合力越强 破坏力相对较高 但有些鸟个性比较顽皮 破坏力也不容小觑 你能够忍受你的家被拆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例如八丹鹦鹉 可能会像白蚁一样粉碎你的木质家具 把皮质的沙发给抓烂 小太阳虽然体型小 但是也有可能会粉碎拖鞋、书本、电线等等 第五点 是否有过敏体质 若本身是过敏体质 要避免饲养、灰鹰、八丹 因为它们鱼粉是惊人的多 摸一下就会粉粉的程度 第六 鹦鹉的语言能力 很多人对鹦鹉都有一个迷思 认为鹦鹉都应该要很会说话 但其实鹦鹉不一定要都会说话 就算会说话也有分擅长和不擅长的 灰鹰算是便宜又大碗的条种 语言能力很强 亚马逊也蛮会讲话 但是价格比较高 如果不想要养那么大只的话 和尚、月轮、亚历山大的语言也都很不错 也有很多茅塞的选择 语言能力不好的有赛内加尔、P鼠、爱情鸟、旋鳳 它们的语言能力都没有那么好 不过学会吹口哨的几率较高哦 第七点 寿命 大部分的鹦鹉都很长寿 基本上越大型的鹦鹉寿命越长 金刚可以活40年以上 即使体型较小的太平洋鹦鹉 如果照顾得好 寿命也是十年起跳 只要养了鹦鹉就要对它们负责 时间再长都要陪伴它 而且养了它就像多了一个小孩 出院们可能都会放心不下 鹦鹉也很需要四族的陪伴 太久没互动可能会变得不亲人 你能忍受这样被限制的生活多久呢 第八点 互动性 也就是我们在讲的宠物性 互动性绝佳 活泼可爱的鸟种 非西密 巴丹莫属 当然也有很多活泼可爱的鸟种 但是这两种鹦鹉可以说是鸟来风 会让你怀疑它们是不是有嗑药 它们非常非常活泼爱玩 跟人类也很容易亲近 当然需要四族陪同玩耍的时间也会比较多 比较没有那么疯 宠物性也不错的鸟种 有小太阳 和尚 这两种鸟都很聪明 活泼黏人 好奇心也很强 第九点 好不好养 这想必是新手最常问的问题 除非那只鹦鹉是进行繁殖 或天身体弱多病 不然只要够细心和用心 把鹦鹉养活都不会太困难 不过玄凤 草科 这两种的鹦鹉对环境要求较严苛 效果上面需要更加注重环境 如果对自己不够有信心 很害怕养不好 那可以养一斤断奶的手养鸟 也就是人工喂大的鸟 它们会比青鸟喂的还要不怕人 也不需要找三餐喂奶 只要专心跟它培养感情就好 希望能够帮助正在犹豫该养什么鸟的人 不管最后决定养什么鸟 事前都要做足功课才行喔 看完影片 如果各位想要做个小测验 看看这集适合哪一个鸟种 我会推荐这个网页 画风很可爱 也有鹦鹉的叫声音效 连结我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 鹦鹉的寿命真的很长 是否愿意陪它走完追生 或不是养久了 觉得腻了 没有陪伴 结果鹦鹉也掉了 变得不亲人 就不想养了呢 鹦鹉的智商很高 它们的情感比你想象的还要丰富 如果被抛弃 对它们而言是非常大的打击 影片的最后 祝大家 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成名天鸟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并且分享 如果需要添购任何鸟用品的话 也都非常欢迎各位到鹦鹉小梦的官网看看 鹦鹉小梦的IG以及脸书的粉专 也都会更新最新的动态消息 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 要记得去追踪一下喔 我是Jack 我们下次见啰 掰掰